自立香港的高知拿隊 日前前容宜蘭參加全中軍高知拿金標賽 在南豬組的國行比賽當中 包辦三個行報的金牌創下新紀錄 在此這些隊員 除了感謝學校和教練的支持和指導儀館也表示 現在他們將目標放在十多分的全國運動會 希望能夠繼續創下金牌全報的紀錄 在前世紀南東三號基盤的全國中頂校校高準金標賽 最理想要高準對蘇生發揮事件 台下南豬組全無項目的立平金牌 也是第四次連中高南豬團體總冠軍 全家的結束申請 創下後全中軍比賽的立書記錄 也是我們破最後一次的紀錄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美好的Ending 因為這一次像南豬的划船 大概有六面金牌我們全部獨等 全部打包回我們水域這邊 那清廷也有很好的成績 那我們學校推展水域活動 除了說是我們體育班的專項之外 很有特色 那特別是在我們課程的部分 水域活動會未來成為我們學校水商的必修科目的一個體驗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男生就把我們男生所有的六個比賽生物的金牌全部拿到 那也是這個比賽裡面有史以來有單一個學校把所有金牌拿到的紀錄 所以說學生這次的辛苦努力除了給自己拿到金牌以外 也創造了一個學校的紀錄 最理想要夠準對學生 每天在一塊錢 月牙灣的辛苦麻煩 才能連出這麼結束的成績 有的對外 甚至是兩項金牌的相關軍 但學生是很輕鬆 都說希望未來可以表現得更好 比賽贏了有成就感 然後不單只是學到滑船的一些技術 然後生活上一些道理也可以 老師也會講跟我們講 這次得到了單人和中人的金牌 我覺得這次的表現還好 過程中超級無敵辛苦 因為每天幾乎都做一樣的東西 然後會覺得做到很疲乏 然後後來得到這個獎牌的時候 超級無敵高興 因為比自己預想得還好 最理想要從民國九十年開始 剛才最理想運動跟單人 已經超過十八年 再過來比賽就很無所 可以說是中白CP值最高的運動行動 學生隊員也就出 可以得到穩定的求學機會 最理想要歡迎 原來有現場的國中學生 可以聚會來加進 最理想要加油 今天不算差不多